医生说你还没完全恢复 不能乱吃东西 你得多 你得多喝水 那个 医生 医生 catching你 试一下 试一下 有谁收下 1500 好 谢谢 医生 帮我们看一下 United 检查过了 这个地方部员 腾华医师来劾员 您帮这儿看一下 你手拿开 疼 来 翻过来 小心 疼 也有可能是肾结石 快 送去抢救室 我们去演台一下 林 马上到了 马上到了 坚持一下啊 不怕啊 不怕 林怎么样 好 林虎 刚进去那个病人怎么样了 在那儿治疗 你这个伤看着人挺严重的 得赶紧处理一下 谢谢啊 你先去吧 我在这儿守着 我不去 我在这儿等她 林丽现在需要人照顾 你伤会这么严重 等她醒了你再过来吧 她醒了我第一时间会告诉你 这儿 我应该说 你怎么可能 你帮你走 我 这儿 我 你我 就 你 那我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一定要多喝水 多蹦一蹦 就会有助于结石地排出 跳绳也是可以的 好 谢谢医生 灵灵 你醒了 你怎么样了 还疼吗疼了 想吃点东西吗 放一个呢 你躺着别动 我帮你去看看她怎么样 回去的时候手不要乱动 注意忌口 不要沾水 温道 休息吧 你手怎么样 谢谢啊 灵灵呢 医生说是顺结石 但问题不大 在输液呢 她人在哪 计诊室 医生让林灵多喝水 下来 林灵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们别乱动啊 Declaration 我没事 adequate 你还疼吗 医生说我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我都饿了 我们一会儿去吃东西吧 医生说你还没完全恢复 一会儿吃东西 你得多 你得多喝水 那个 医生 医生 护士 护士 他怎么了 医生去找人 你好 听到我说话吗 患者是车火引起的轻微脑症大 需要留院观察一个晚上 医生 那我照顾他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这两天呢他会出现头晕 头痛 但是你也不需要太担心了 这个症状呢三到五天的话已经会消失了 最主要的是他那个受伤的手臂 要注意一下 本来呢只是普通的鼓励 因为过度的拉伸呢导致严重的损伤 你也别太着急了 自己的身体要紧 先挂水吧 一会儿去办一下作员手续 谢谢医生 不客气 好好休息啊 谢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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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医生 医生 在这里 有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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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